戴戴千哥您刚刚提到了 您觉得说岸田文雄是傀儡 日本是傀儡 觉得再也找不出 比他更听话的日本首相了 但是我想跟您讲一讲 岸田文雄他不仅仅是傀儡 他是自己在推动 自己想要去做这个事情 包括我们来看到了 这次的安保条约 就是日本单方面的去推动的 不仅如此 日本还有更出格的话 直接提到了二战时候的 大东亚战争 这个是日本自卫队 会在这个推特上面 使用了大东亚战争这个表述 有人就把它形容成 这个是日本帝国陆军复活了 不仅如此 我们说到岸田有多离谱 因为最近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 就计划就说 我们会在今年年底 在亚太地区部署新型的陆基中程导弹 目标是直指中国 我去看了一下 因为美国现在陆军 有接收第一套中程打击的导弹发射系统 叫做提风 一般认为就是提风 是用来发射标准六合战斧寻好脑弹的 那么我们都知道吗 日本现在跟美国一起说啊 我要买你的战斧 那么我就想请教一下千哥了 让日本那么嚣张或者是这种步调来看看 那是不是因为你想第一岛链的在那么多个国家当中 目前看样子只有日本敢接手吧 难不成这个我们讲到的亚洲古巴导弹危机就近在眼前了吗 我觉得中国大陆不会坐视不管 所以中国大陆会认为美国的安全 俄国也会威胁到欧洲的安全 原因很简单 中岛是可以装核弹的 一般来讲中程的弹道导弹 它的造价是昂贵的 既然造价很昂贵 通常不会装一般的常规的弹头 例如说你装个450公斤左右的弹头 你对于地面的目标 你了不起炸了一个足球场 不到这么大的一个坑洞 所以它本身的伤害是有限的 可是它的造价这么贵 例如说一枚就是几百万美元 几百万的 你看等于是几亿 这个上亿台币了 一枚 那它摧毁了或者打到了一个军事目标 它造成的伤害不会很大 所以通常中程的弹道导弹会装核弹头 它可以装核弹头 它也可以装一些分弹头 在这个情形下的话 通常我们看到你发射中岛的时候 我们会本能的反应 就是也发射核弹来去做反击 这个在欧洲就为了避免彼此之间造成误解 所以他们建立了一个叫做 欧洲的安全组织 然后里面有个机制 叫做军事互信机制 在这个军事互信机制 它的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要彼此透明化 不让对方产生误解 而爆发了核战 所以在1987年 美俄就签了一个中岛条约 就是说我们双方都不发展 中程的弹道导弹 以避免误解 原因太简单了 第一个可以装核弹头 第二个由于是中程弹道导弹 它的射程距离短 所以你的反应时间会来不及 因此不能够有效的100%的拦截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他们就签订了中岛的条约 那一直到2019年吧 应该是2019年 美国一看俄罗斯已经越来越弱了 它准备要让乌克兰转向北约 在这个情形下的时候 美国它就觉得它可以用中岛 来威责俄罗斯的安全 所以它就把中岛撕毁了 这个时候它的眼光就看到中国来了 可是我们再强调 中国的中岛对于美国的本土 不会构成威胁 因为打不到 所以中国的中程弹道导弹 在全世界发展是最先进的 最成熟的 数量也是最大的 也就是说中国的中程弹道导弹 例如说你看到的东风21 东风17 东风16 东风26 这些都是中程弹道导弹 它是超高音速的 史玛赫音音倍以上 音速以上 所以它的速度是很快的 那你想 中国打不到美国 所以中国没有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可是如果美国在中国的周边 要部署这些中岛 那就直接打到中国的本土了 而且它有可能是核弹头 那你觉得中国该怎么办 中国当然就几种反应 第一个 也就是要必须 要在第一级的时候 就能够达到美国的本土 那你不能透过中岛 你只能透过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 也就是要加速 加强 三位一体 例如说轰二十一定要出来 然后核动力潜舰 095 096一定要出来 然后陆基的 例如说东风 这个四十吧应该是 还是五十 五十一吧 是东风五十一 对五十一 一定要出来 而且数量要多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中国必须要做两件事 第一个核弹头的数量 要跟美国取得平衡的一个地位 你不能够再只是五百枚 四百多枚 你必须要 四千枚五千枚 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数量要快 要够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你本身对于在中国周边 只要装美国中岛的系统的国家 都构成你核打击的一个对象 而且必须要在第一时间 就对它实施核打击 这个就要修改中国的核武学说 核武使用学说 所以我觉得美国做的这件事情 是很挑衅的 那如果在日本安装的话 那中国大陆当然要把日本 全国作为核打击的一个对象国 这个是必须要这样做的事情 不然的话你就对它 构成不了核贺阻 你本身就把人民 暴露在 被对方核打击的这个威胁下 那美国安全 中国不安全 日本不安全 可是美国安全 这不可以的 所以一定要让美国不安全 这个是一定要做到的事情 这没办法 这个就是美国的挑衅的一个做法 美国的印太司令 部里面的陆军司令弗林 他讲的这段话 是极端的挑衅 那原因在哪里 原因就是因为 日本现代的军国主义在复辟 那日本的军国主义复辟 韩国的中央日报也已经注意到了 所以韩国的中央日报的日文版 就直接点名了 说你日本这样子就是 一个军国主义的幽灵的复辟出来 而因为韩国知道 中央日报知道他的总统 尹熙悦非常崇拜日本 很喜欢吃日本的蛋包饭 所以他连慰安妇受到了屈辱 不追究 日本的奴工被日本屈辱 不追究 对于日本的战争历史 不追究 他崇拜日本 崇拜到这个地步 这难怪韩国的大选 以其乐会所属的政党 会败得这么惨 那就是因为 他完全满足美国人要求 改善跟日本人的关系 然后他不息 然后让韩国人受到很大的委屈 现在的情况是 中央日报已经有点紧张了 因为他认为 日本一旦装了中岛以后 日本对韩国 因为他两国之间 是有独岛的争议 还是要叫主导 他们的争议 那这样的话 你想想看对于韩国来说的安全 事实上日本军国主义复苏 韩国永远是日本要占领的跳板 军国主义复苏了 不仅是中国要提防对你源头打击 韩国要小心 美国你更要小心 你现在在干什么 你现在在放虎出笼 那同时签哥 我就想再我们往深入一点 请教您一下 因为我去看了一下 您刚刚讲到的 就是说这种中程导弹 一般会认为它是装核弹头的 所以说那你对我核打击 中国必须要三位一体的核打击 所以我们就发现了美国在去年底突然跳出来说 希望中美之间建立一个导弹发射通报机制 因为去年底的时候您记得吗 中美之间的军事互通 其实都还没有重新建立 但是美国就突然要提出这个发射通报机制 有点类似于是1988年美苏冷战时候的那种通报机制 就万一你打出来的这个是核弹 或者是你打出来的这个导弹 对我有威胁 怕引起误判 那您再看看美国这个时候 在打什么样的一个算盘呢 结合现在来 美国要藉由它的核弹的优势 它要限制中国的发展 我觉得中国不需要理会美国 因为当时美国一直给中国施压 中国不吃它这一套 它就转过来给俄罗斯说 俄罗斯你如果去压了中国来跟我谈判的话 我就改善给你的关系 那当时拉夫罗夫就跟美国顶回去了 拉夫罗夫他知道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挑拨中俄之间的关系 因为如果俄罗斯帮了美国去压中国 那他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一定会变坏 所以拉夫罗夫并不上当 这个跟美国这个耶伦到中国来说 哎呦你中俄的关系啊 那么好会影响我们中美的关系 所以如果你只要把中俄的关系搞坏 我们美国跟你的关系就会好转 他就是在挑拨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 所以王毅刻意的邀请拉夫罗夫 在耶伦还在北京的时候 就来到中国访问 而且还破红地毯呢 这个是意义不一样的 好那您想想看 拉夫罗夫当时就给美国兑回去了 他说你的导弹核弹5000多枚 你看中国大陆就4000多枚 就两个方式 那么可以让中国大陆来跟你谈判 第一个方式就是 中国大陆的核弹头跟你一样多 要不就是你把你的核弹头削减 成为跟中国一样多 这个时候你当然就可以要求中国大陆来谈判了嘛 你看有没有道理 非常有道理 那我们当然要求美国把核弹头削减成为四五百枚嘛 但美国肯吗 不可能 美国不肯嘛 所以美国现在想跟你搞这个框架 然后把你引军入瓮啊 那中国大陆当然不要理他嘛 因为当你少而美国多的时候 你当然要保持他的不可测性嘛 东风导弹 你可预测他不可预测 他随时可以撕毁条约的 美国这个国家没有信用的 你不能信任他的 不可以的 你相信美国 你等于是把国家置于这个灭亡的地步 我们下来自并不可预防 并不可预防 我们下来来自并不可预防